這槍型態的QE是他沒辦法反應過來的 就沒辦法開出封牆的 那這一把比賽也準備要展開 那在14.14版本當中 亞素是還沒有被到 還沒有受到增強的 是 那看起來是 欸就玩扎克 因為確實他是扎克人助力 是 對 他的扎克確實是挺夢的 是 上次我記得是 2020的一個戰績 對 我覺得MP證明就是等到自己的凱能 呃能夠 上6之後 然後配合著賀克林 才會有比較多前期打架的畫面喔 嗯 那這裡的話藍配方在蹲 對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真的 上路跟中路的線權 還是會是CFO這邊掌握住的 阿蘇七 也來亂下按 但這邊閃線定 再加上一個金牌 有鬼魯5要開嗎 鬼魯5要按嗎 非常穩健 沒有打算要按 按了還是得按 還是得按 但這邊被虛弱這金牌定到 再金牌 倒地人頭 來到呼嚇身上 不是啊 瘋哥哥 為什麼不早點按呢 其實第一時間就要按了 他後續如果不按的話 就是給他對方閃線虛弱的空間喔 嗯 那其實蠻虧的喔 完了這樣子 對於瘋來講 嗯 甚至是第一攤刷野的節奏 也會被亂到 而且我怎麼有聽到打字的聲音 應該是有講 應該是在... 全品GG 我在猜應該前面就是打字交流 然後CFO不講5的 喔 但這裡的話是讓Bewater來對 Adias 是 就像我們講的嘛 就兩邊對線其實都不好受的情況下 確實用換線是一個蠻好的做法喔 嗯 而且 亞速是蠻好的對付匿命的 對 但是 相對來說傑西其實 打在凱能其實也是好打的 嗯 但還行 嗯 就至少讓一線是優的 但在前面 風被亂到的一個情況底下 他也只能選擇六鳥開 是 那位置也是有被對面給照到 對 但因為 哈主這邊帶虛弱的情況下 其實 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Pacer前面 自己也是有回春 多蘭盾 生命汲取跟 瞬即步伐三個回線 四個回線的東西 但哈主這邊對於 這個拉扯的理解是很夠的 因為知道他還沒有封牆 所以 對方滑上來 臉上的情況下 只要自己捏金牌 都是能夠換血換贏的 那中路剛剛比瓦特是先 拿閃線換出了對面 Adias的閃線 是 但這裡想要斷回城 Adias的位置還是比較深 比較不給機會 這一波下路線是大波兵鏡 這裡只有一等的Hermis 但是 阿鳳是在 上半區 沒有辦法進行月塔 現在過來 現在過來 號車 是沒辦法吃到 有點可惜 對 不過 我覺得 IMP的這個換線是滿有想法的 就是至少保障 亞蘇的這條線是能對的 但其實不好 真的沒那麼好gain 而且是沒有鬼步的 但Adias現在才兩等 知道你是兩等沒有垂型 沒有垂子 沒有移進來 但是這裡Husha跟藍配方都已經過來了 這裡Adias是已經倒下 比瓦特也已經倒了 但是定強 而且又把阿傑給擋下來 這邊雖然是W又綁到了Husha 但是Husha一個龍之吐息 成功地丟到了札克的身上 讓札克得後退 其實NP這邊 我能夠理解他們的想法 但上路 這裡Kazel有沒有機會一個EQ閃 而且逆命的閃線跟虛弱是還沒轉好的 要不要這個兵進去 有 雖然這個人頭是被換掉的 但是 一波兵 對 一波兵是有進去的 轉轉轉 但先講一下NP這邊 想要進攻中路的想法 因為知道凱能在對位上面 對方的傑西是兩等 所以他的E技能是還沒有點的情況下 想要找一下對方崔心他還沒好 然後來Gank 可是Savo這邊反應還是太快了 尤其在Kino的跑線 他還是支援比較快的那個輔助 是 而且這裡是有意識到 對面的傑西是回來說 上線的一個情況下 是又把線給轉了回來 對 因為對Savo來講 一定是兩個 就是傑西去對上亞術 然後跟逆命對上坎 一定他們最喜歡的 因為這樣是兩路線優嘛 對 但如果是逆命來對亞術的話 就只有一條線優 但這邊封一樂巴 找到了Husha的位置 Husha是還有閃線的 但這邊滑上去 Husha閃線有過強 是 這邊稍微擠了一點喔 因為中線是IMP推線 就是中線是推在對方塔下的 所以這邊中路一定是能夠先 幫打野看一下河瀉的喔 沒錯 那還好這個閃線是有過強喔 對 像有的賽評就會說 這個閃線不會過強 就真的沒過強 是 你說三哥預判的嘛 沒錯 最近主播台的這個賽評 也遇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件 就包含像昨天大將也有說過嘛 這不可能輸的 就輸給你看了 中路打了起來 這裡想要找機會 但是Husha的金牌捏得很死 等到封牆消失了以後 現在Husha虛弱是已經有的 是 和Q技能 必殺點心是把Hermas給拉了下來 這裡Imetos開始跑線 想要來幫助Kaiser打一波的血量優勢 但這樣子IMP一直在換線 其實有給到CFO 至少傑西的發育現在是蠻落後的 只有24CS而已 沒錯 但前面的經濟是輸的 畢竟這個錢都來到了Husha的身上 來到小龍女的身上 這個綁並沒有命中 但封毅力28的位置 應該是沒有被看見 Husha 現在已經來到6等 中路現在是3打3的一個對決 中路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扭曲叢林 對 在NMP這邊 配線其實都一直有去 讓CFO蠻難受的 畢竟如果一直讓這個牙述隊 逆命的話 其實就是可以 利用自己有W的時候 一直去保持推線 而且IMP的跑線 也給到CFO比較大的壓力 就搶完中線之後 他們是可以優先動支援的 當然阿傑這裡是一直被噴 時髦德疊成 就開始慢慢的疊起來了 龍女 反應也是很快速的來到下路 要來換這一條龍 娃娜在這樣吃了一條龍以後 右邊又有西瓦娜 又有時髦德 已經三龍了 對 那這樣子 有龍的優勢 但是這樣交換其實CFO一定能夠接受 畢竟自己的陣龍也是需要發育的 而且龍女本來就是一隻 需要去吃龍的角色 主要是因為IMP的換線其實起到很好的效果 一直讓自己的這個中路跟上路線 都是保持的能夠推線的優勢 這邊看起來想要來斷一下阿傑 閃線定 是變成了一坨爛泥 那這個大絕反而是空了 但這個大絕沒有命中 但是有TP來救嗎 這裡TP是沒有辦法TP到札克的身上 但是黑色過來TP過來接線 Kino這把看起來很想要拿MVP 這個畢竟可能是最後一把 而且他因為Counter 就是他自己有拿到一個Counter Pick 所以目前在小團戰都起到一個好的效果之外 其實一直在找機會 都是Kino找的 然後這裡眼睛應該是有照到風衣力28的位置 但是EDIUS現在瑟瑟發抖 又能怎麼辦 對 右邊沒有TP可以保 但風衣力28沒有打算要打得那麼瘋 但也會有點怕逆命喔 因為逆命有大絕可以支援隊友 所以IMP這邊要躍的話 那就殺逆命怎麼樣呢 過來風衣力28看起來1 比瓦特這裡有電到嗎 許若是掛在了人馬的身上 但這裡的話三個人夾擊 四個人夾擊 阿傑也過來的人 都交到風衣力28的身上 懶了呀 有懶人啊 哇 那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有點像是事情只有做一半 就他先給到視野 他插一個河道視野之後就覺得 應該是可以直接Record了 因為他不想要再鬥鬥幾步再回家 所以你覺得哈薯其實只喜歡做半套嗎 就是他的事情上面只喜歡處理一半 目前看起來是喔 而且這個做半套的情況下 會讓他自己是 剛剛的把自己的雙刀給打出來了 那下一個團戰會變成是擊火目標囉 沒錯 那這裡的話第三點的星又有Q到 但他畢竟這個事情做半套還是比較危險一點啦 是 所以畢竟保險有一套安全一把罩嘛 所以我們還是把事情做完會比較好一點點 是所以現在CFO 雖然剛剛下路是有優勢的 但是中路剛剛被打了 招式技能的情況下 反正現在匿名也不太有找機會了喔 對現在對於IMP來說 目前的狀況是可以接受的 對但傑西 因為剛剛匿命IMP這邊是比較優勢的 沒錯 而且IMP這支隊伍也是很玄喔 經濟沒有落後是不會打的 對然後現在最比較要擔心的是IMP的下路 因為KINO幾波的進攻都是讓下半部有拿到塔前喔 所以經濟都是來自於CFO下路的影線 沒錯而且雜客看起來也是不好好應對波比的 對有可能 波比這個Pick就是CFOA來處理你雜客的武器 對 因為畢竟IMP已經拿出了不只一次的雜客了 嗯 所以一定會有做功課的喔 春季賽夏季賽都有關鍵的一個發揮 而且都是打FAKA的時候 但這一把凱能 012的一個戰績 但是發揮依然是不錯的 對但現在 呼嚇刷的野速是比較多的 所以待會碰撞起來的話 其實 龍女還是強一點 畢竟前面呼嚇是有拿到兩顆人頭的一個優勢喔 那Hermas這裡的疊層速度不算快 74層 那同時SANNA的疊層也來到了45層 現在 上野兩個人 來到上半區 對 Hermas這邊是有TP的喔 第二條衝準備要出身 那阿傑這一波也是有TP的 是 所以的位置CFOA是先來踩住 但下一波哈薯西是沒有虛弱的 看一下有沒有想要跟對方對著看 至少等到自己虛弱好再做碰撞 但是Emetos被真龍突襲給捕到了 其實CFOA這邊不需要那麼急著動喔 反而先把對方可以打一些血量之後 然後等一下自己的虛弱好 再進行團戰會最穩 沒錯這一封是遇到了呼嚇 才能有TP 但這邊真龍轉身 變成了小龍女 KES的位置反而有點尷尬 但是有TP過來 是一個雜困的幫助 捶是沒有捶成功這邊 凱能盡查鳳天來大三個 而且鳳一零二八也馬上騎了進來 先把Elleas給接死這裡 藍配方給呼嚇 看起來也得倒地 但是這個 但是EQ閃KES是拿到了嚇到 並且好像能夠全身而退 這裡命運牌 哈薯西想要來追殺這個KES 但是KES也得倒地 Emetos可以來追殺這個哈薯西 最後一下的普攻閃現A 再一下是成功拿下的人頭 而且比瓦特還在追 成功地把藍配方給追死 但是傑西又過來 想要來把比瓦特的人頭給收下來 那最後應該是只能把人頭交給波比的身上 對 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說 右邊CFO這邊不用那麼急 因為有虛弱是最穩的 那當然他們的解法是想用波比去捶走人 就也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那個捶有點太吃手法了 就是你如果沒捶到畫面就會長這樣 所以最穩的情況下CFO應該就是回去再繼續搶一波中線 對 等到匿命有虛弱的時候再來碰這個團 對 應該說這樣子打太賭博了 對 就是你能夠捶的話 真的要壓秒捶喔 但是看起來是 也沒有壓秒 差了一點點 這個其實壓秒是有機會成的 哇 有捶走這個畫面就不一樣了 那這個畫面就會變成IMP的畫面了 是 就是如果有捶走的話CFO就可以打進攻了 是 就是 但沒有捶走就是剛剛如同我所說的就是IMP的畫面 嗯 那這裡的話CASER也沒有封牆 對 可以去做阻擋 那只能去做一個硬換人頭 而且匿命 這個時間點其實 他 沒辦法跟隊伍有一些比較好的配合啦 畢竟他比較適合 但是加入 但是以METALS給了機會 因為你看到匿命現在裝備其實沒有這麼好喔 就傷害還是打不出來的目前 是 這裡一個紅牌 緩住了CASER CASER是要穿牆 欸貼著 對他找到這個穿牆的位置 就跟各位科普一個雅速小技巧 滑石頭人的時候要滑小隻的 你要往他的左邊站30度 或是右邊站30度 是 然後貼著他才滑過去 畢竟我自己也是一個雅速的絕活玩家 自成 所以可以跟各位分享這個小技巧 那這邊藍配方是有找到Imetals的位置 來看一下 我有直接訂到欸 那裡有不太多了 是 那就只能說這一波是也做得太急躁了 現在經濟量CFOA還是來到了一千多塊錢的領先 所以主要領先可能是來自於塔皮 對 但CFOA現在的優勢就是他們有兩條小龍嘛 然後 再來就是下路史茅德發育其實一直沒有受限 那 史茅德也有拿到塔皮的關係 所以 其實IMP 真的接下來如果開戰到這個其他人的話 其實也要小心史茅德的發育 是能夠接管比賽的喔 那這裡的話 哈蘇七 現在對於他來講 逆命 原本應該是要來壓人的 但現在他只要躺好就好了 基本上他只要虛弱 能夠在會戰把凱能給定住就行了 對 他現在就是等其他隊友Carry起來 我覺得右邊打團其實 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畢竟波比是可以把人捶走的 是 往在這邊 想要先跳到一個EDIUS EDIUS閃現按出來 知道這邊有一根眼會被拉住 而且不要的 但是這樣子位置就不好囉 不要的TP還沒有轉好 所以這個時間點凱能是需要到場才可以贏團的喔 是 而且史茅德也TP過來 現在雙龍 所以捶走一個人 先把阿傑給捶走 而且這裡封衣028已經被打到了剩半血 對 再叫媽媽過來 有耶 CFO 哇 Hermus這一波 欸 但是有人給了機會 Shiro雖然是掛到 但是所有技能all in在哈蘇七身上 哈蘇七已經倒地 哇 哈蘇七這邊打得很急 因為他覺得對方被打殘的情況下 他自己有機會 看能不能繞一下這個位置 然後去中路給點壓力喔 但沒想到這邊是 藍水已經在蹲他了 很早就在蹲他了 但這一波看起來 IMP還想要再來打 但是你們的大招都已經沒了 但這裡的話 藍配方是開著自己的立場 但這裡的話 封衣028是把Hermus給帶了回來 而且後面有一個TP過來的 應該是Bewater 這裡還想要均勻去做追擊藍配方 一個火箭腰帶 但Q沒有命中 沒有辦法緩住藍配方 哇 怪怪的耶 因為CFO我剛剛想誇獎 就是他們在 從此的處理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知道要利用自己Pog的優勢 先去給壓力 但這裡EDIUS在蹲CASER 藍配方也過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上面 想要來越這個哈薯七 但哈薯七按了一個閃線 被跟閃了 這裡的話應該是要倒下 而且下面的牙術也被蹲到 但看起來牙術還有機會 可以操作一個封牆 有機會把EDIUS給換掉嗎 最後是把藍配方給殺掉 一換一 一換一很賺耶 而且中路這個逆命出來 又再死一次了 哇 但其實蠻可惜的 剛剛KASER是很有機會殺兩個的 但你看一下這幾波團打下MP 把經濟給正式反超了 沒錯 這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2比0了 其實這邊你可以看到 傑西要去接線 CFO如果真的要來打這個小團的話 基本上一定是傑西 要在正面會是最好的 那這邊後續就是 波比為了要保護自己的AD 所以被迫要往前頂 可是人馬這邊直接越過波比 來找AD囉 沒錯 而且我記得人馬的大招 是不是可以穿過波比的W 對 因為他也是無視控制的嘛 對 因為他也是無視控制的嘛 但這裡凱能電 但是反而是CFOA 三人包了過來 對 你TP 四個人 這裡又有一個傑西 剛剛你TP又來了 你的隊友已經沒有TP了 那這裡Bewater 應該也是走不掉 人頭可能要直接交 引回去 交到了是ADIUS的身上 是 但也還行 龍還有20秒才產生 對 但是目前看一下裝備的話 其實牙數的裝備 也慢慢的補起來了 然後人馬的 雖然前面的打野是落後的 但是在幾波團戰 有拿到人頭之後 其實他現在裝備也不錯 但這裡的話 CFOA要圍繞著Kaiser 繼續去做進攻 這邊有一個 這裡的話 隊伍應該也是有意識到 封牆先劃開來 但是想要來支援 完全沒有辦法 好無情喔 那只能來看一下 阿傑跟Emetos 有沒有辦法繼續守這個上塔 那趁這個機會 封1028也在吃 這個小龍 撞到了 Emetos按出了閃現 但是 在缺乏正面 大坦的一個情況底下 這個塔應該是很難保下 對 看一下 但因為人馬在偷偷動小龍喔 那對於IMP來說 這個上塔沒斷 那還可以接手 是 但裝塔也沒了 CFO怎麼一下又把經濟 跟上路跟中路塔 一下就拔掉了 很快耶 但是又TP過來 TP過來 是一個雅宿 想要先把呼嚇給擊殺掉 這邊大招 直接接上去 呼嚇已經到地 這裡還可以繼續去追殺藍配方 藍配方 已經沒有W 也沒有大絕 人頭要交到誰的身上 人頭最後交到人馬的身上 我到底看了啥 兩邊都是利用自己 先講一下 CFO上一次的TP使用 是IMP這邊知道 他們沒TP了 然後上半部進攻 那這一波又是自己TP的回合 然後對方上路撞完 中路撞完 還沒有回補 知道對方是沒有把這個經濟 轉換成裝備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時間 IMP也找到了機會 兩邊確實 你來我往的 就是我們先前所說的 前15分鐘 現在IMP已經不會落後CFA了 但這裡Hermus 追著阿傑一直吐 小火龍 現在疊層也來到了將近180層 在18分鐘的時間點 但傑西的裝備 因為你可以看到幾波開始都是TP來到正面戰場 其實吃兵樹上面是落後的 嗯 但這裡又想要蹲一個哈蘇七 哈蘇七 有意識到嗎 直接貼著牆面手 有虛弱 這裡又想要牆開嗎 比瓦特直接過來 三個人啊 配合的隊友三個人 虛弱在比瓦特身上 但是依然沒有用 這裡瘋一烈二八還是拿下的人頭 對 這邊真的是很想要出去吃線 但IMP也打得很聰明 知道可以一直針對這個匿命喔 畢竟他現在裝備是很 很不太好的 落後的 我都懷疑這個IMP是不是跟 哈蘇七有仇了喔 但你可以看到這把真的調整很快 就一直往比瓦特那邊去打 嗯 那基本上也不會看到比瓦特被抓的畫面 因為他身後有一堆隊友在保護他 沒錯 你就放心操作 割幾個幫你勾底 那這Hermis是被札克單殺 札克可以單殺 那IMP可以繼續推了 那很尷尬耶 Hermis 他應該是被彈進塔下 然後有打到札克 對 不太確定 但是因為Hermis確實是沒有閃現的喔 看一下 我們在這裡還想要繼續做進攻 Pusha要變成小隻了 黑蛇也畫出了一個瘋牆 Q技能鋼鐵爆血並沒有命中 對 IMP在剛剛的交換上面其實非常賺喔 把下路的二台也拔掉了 所以凱能的這個目前兩件的裝備 其實會給到CFO很正面團很大的壓力 再看一下 一個盲視野 他沒兵了 對 這個就是我們提到的問題喔 就是Hermis這邊 就算他 你可以看到他一技能一開始是交的 但是他就算是後交的情況下 你只要被彈到 你都是很容易被拉下來的 所以其實札克這個角色真的蠻限制 右邊 尤其是直接跳到C位的話 其實是很難跑的 現在兩邊的經濟量 還是沒有拉太多 1000多的一個差距 20分鐘 這把 是IMP最有機會的一把 200層 看一下能不能拖到 就是史茂德至少讓他被動多一點喔 要到第三階段 對 至少來到225層 那現在的話 Hermis進來到205層 但是同樣的 Emetos的疊層也在不斷的增加 是 兩邊就是對著農 對著疊層 Bewater 這裡又來蹲一波 願者上勾 看一下IMP這邊 能不能再 因為現在小龍快出了嘛 其實IMP現在要做的是 要去嘗一下CFO 藍bub去的視野 反而是 現在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待會的凱能進場 會沒有那麼好近喔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點 如果 現在 雖然Bewater是有閃現的 但是待會如果右邊虛弱轉好了 一樣的問題就是 波比 能夠把人捶走 然後有虛弱的情況下 Bewater 怎麼樣找進場機會 我覺得會是IMP 能不能贏團的關鍵了 是 那現在就要來看一下 IMP要怎麼來做一個解套 如同剛剛傑哥所說的 現在龍區 對面 對面藍buff區的視野 是完全踩不出去的 對 海能要怎麼樣去找一個好的一個空間 因為在龍團之前 其實IMP這邊 打最好的情況下 就是要去找一些 差一點的機會啦 但如果都沒有嘗試做這件事情的話 反而就會是給到CFO其實 沒有那麼大的壓力了 嗯 那現在的話 藍區的 藍放的視野幾乎都集中在巴龍口 對於這個小龍來說 兩邊看起來都沒有打算要去做爭奪 是 因為兩邊的人員都在往上邊去壓 這裡壓速是有TP的 那CFO這邊還是有一個優勢 就是他們的手長優勢 所以看能不能夠 讓傑西先多POG一點 但阿傑的坦度也已經漸漸的起來了 現在有日言加五中合意 金牌定到 剛講完你很坦 你現在就倒給我看 但TP 開了進來 虛弱沒有套到 這裡反而是呼嘯的位置很尷尬 正面還在繼續往前打 阿傑還想要繼續往前去做操作 但阿傑已經倒下了 那這裡的話 藍配方也是往前去定人 比瓦特只能往後跑 這裡Hermus已經拉下Double Kill 沒有虛弱還能贏 他剛剛的虛弱 我剛剛看了一下 是還沒有轉好的 然後還能夠贏團 而且你看到卡能TP出來 雖然看起來位置是不錯的 但因為右邊都還有閃線 所以閃線拉開的距離之後 反而IMP又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人員是資源比較慢 CFO這邊是先蹲點的人 把這個團戰給順利拿下來 甚至把這個巴龍也吃了 那很轉耶CFO 對於CFOA來講 這一波又逆轉了 嗯 這波是盲視野被定到 這個是滿經典的 就是我上路線跟下路線 我都不要了 我來抓看看你 聽完中線有沒有 會不會來上半部去做視野的機會 結果抓到了 那後續的話 等一下凱能 這邊墊的效果真的沒那麼好 CFO這邊用閃線 就拉開了凱能的一個輸出位置 嗯 我剛才想Bewater 如果是閃線往前跟進的話 這一波有沒有機會打贏 嗯 但一樣的問題就是 他的傷害可能只能把對方墊殘 其實左邊的C位 也沒有辦法跟到那個傷害 是 你現在比較仰賴 就IMP現在比較仰賴的是 凱能的輸出 以及赫克林的輸出 甚至你真的要說的話 凱瑟這邊 因為TP比較慢到的關係 所以他第一時間一定跟不到輸出嘛 所以左邊的傷害其實是有點缺乏的 就你凱能一定要盯到比較多人 然後讓人馬有比較好的進場機會 才有辦法把CFO人員給秒掉 欸這裡的話 IMP是已經把兩個TP給交了出去 下一波團戰對於IMP來說 也是很不利的喔 現在小火龍 兩條龍都已經出了驚人 而且拿到 對拿到這個巴龍對CFO來講 一定是更好的 畢竟這樣子 自己在推薦跟做視野方面 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IMP剛剛 那札克的被動被打掉了 所以札克現在也不能玩得那麼激進喔 嗯 那這一波的話 又來轉下塔 現在CFOA已經五座塔到手 但IMP看起來想開 想開很想開 是有被Kino給看到的 TP來幫忙 TP來有閃現 過來 是把誰給敲走了 這裡 閃那是被敲走了 反正是封一力二棒的位置很危險 這邊阿傑雖然很扛 但是耐不住 對面那麼多人的傷害 比瓦特直接大招進場 是有成功的把西瓦娜給收掉 但也僅僅只是個西瓦娜 只剩下 Kaiser跟IMPETALS 兩個人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這裡的話 藍配方也開啟了自身的立場 這邊鋼鐵暴血並沒有命中 反正是Kaiser也已經倒下 剩下一個IMPETALS 沒有辦法清兵 帶著巴龍斌的CFOA 在這個時間點 25分32秒 17比7 應該要來結束遊戲 拿下總冠軍 哇 這邊 IMP很急 很想要利用 解析在中路線 還在推線的情況下 來下路打一波 但是 對方還是有雙招的 所以這邊閃現完之後 給一張金牌 基本上那個畫面 結束了 CFOA 17比17 3比0的一個時間點 純季賽 拿下了冠軍 夏季賽 不可以再缺吧 那我們恭喜 CFOA加冕為王 衛冕了PCL的總冠軍 CFOA這邊的質量很高 而且 我們一直在提到 IMP的角色詞 是很多元的 這一把已經拿出了 他們最擅長的 牙術 充牌體系 面對到對方的雙射手 以及自己的這個雜克 看起來都是打團非常強的 而且幾波團戰也確實 找到了蠻多進場的機會 也讓CFOA在前面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在細節上面 真的 一個隊伍的基本功 你是沒辦法不去正視的 就是CFO利用自己 尤其在剛剛關鍵的這個霸動團 他是把上路放掉 下路放掉 就是抓你一個中路線推完的人數差的 這個做視野的心態 而CFO成功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是3比0 對 不可惜 而且不可以否 而且我覺得不能否認的是 在這場比賽當中 IMP是有展現出他們的一個實力 就是雖然我們看比數是3比0